大家好,我是Edie,歡迎回來Live Journaling 上一次手帳寫滿版,我介紹了兩個小技巧給大家 如果你沒看過那條片,就可以去那裡看那條片 最近我又發現了一些新的技巧可以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都想知道怎樣可以更容易填滿你的手帳,就繼續看下去 如果你那天沒什麼事發生,真的不知道可以寫什麼在手帳裡面的話 這個方法一定會幫到你的 這個方法就是食物日記 沒錯,食物日記的意思就是記錄下你那天吃過什麼 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記錄下 而記錄的方法就是畫它們出來 所以平時我們吃東西的時候都可以習慣拍下一張照片 或者你都可以即時把食物的輪廓畫下來,之後都會很有用 而畫食物的方法就是很個人的 我自己就喜歡油性的木顏色起稿,然後用水彩上色 水彩就不會混合木顏色了 我們一起來試試吧 我這一天就吃了一個麥當勞的早餐 我首先就會畫一個包,然後畫飲品的紙杯 我都會把早午晚三餐的輪廓畫出來 而午餐我就吃了一個蘑菇雞粒飯,還有喝了百事可樂 畫這些食物都有一個小秘訣,就是你要畫在前面的東西 即是那些沒有東西擋住它們的東西 千萬不要一次過畫整個碗,不然就會不像了 而晚餐我就會畫一個餐蛋麵 畫這些食物,其中一個秘訣就是 那些食物的細節不需要畫得太仔細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畫素描畫 我們是為了想促寫 所以就可以把食物的細節省略 畫一些重點就可以了 例如每樣食物的外形 它裏面一些很標準的東西 例如午餐肉上面的深紅色的那些粒粒 只要畫了這些,那你的食物就會像 畫了外形之後就可以上色了 要注意留白的地方 然後我就會分幾次上顏色 每次上的範圍都要比上一次少 注意光暗和陰影的部分 如果顏色鮮艷一點的話 看起來都會好吃一點 三幅都上色之後 看上去真的有成功感 為了豐富這篇手帳 我們都可以加上少許字 我首先就會寫回 午餐、午餐和晚餐 除了這樣之外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寫的 例如 在食物旁邊寫回他們的名字 又或者在哪裡吃 食物裏面有什麼材料 還有多少錢 又或者一些簡單對食物的評價等等 當然你也可以在食物旁邊 寫回你吃這頓飯的時候的一些感想 或者你跟誰去吃 發生了什麼事等等 一篇豐富的手帳就誕生了 食物是我們每天都會做的事情 相信就算那天沒有發生大事 都可以寫到一篇豐富的手帳了 不知道你又覺得這個技巧怎樣呢 我自己就覺得很有趣 因為可以在生活裡面最平凡的地方 去找到一些樂趣 還有可以順便去訓練一下我的畫畫技巧 如果你都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我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 和Follow我的IG 就可以即時知道我的最新狀況 我也很歡迎你在IG找我聊聊天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